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滴舍爆料了 Espot Karina與演員EJ5正在戀愛中的消息 根據滴舍報導 Karina目前正在宿舍生活 兩個人主要在EJ5的社區見面 還發現到深夜 他們在一個無人的住宅區公園 安靜的散步的樣子 兩個人的親友向滴舍透露 可能是一見鍾情吧 從在時裝修上第一次見面的那一刻起 就陷入了愛情了 兩個人是在1月14號 一同出席米蘭Prada時裝修的時候 初次見面的 當時兩個人的合照也引起了不少話題 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EJ5 EJ5是出演過Hanon EJ5的演員 算是正在上升中的演員 目前EJ5的所屬公司已經承認了戀愛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不過想一想 認識大約一個月的話 那不就是曖昧的階段嗎 可能只是見面吃了飯而已 就算如果是真交往 也太早就爆料了吧 是因為最近沒什麼特別的新聞 所以急忙就發布了吧 一個月的話 他們行程都很忙 所以可能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約會了 太過分了真的 如果是真的話應該祝賀 但真的有必要爆料嗎 至少讓他們交往半年看看吧 這麼有壓力誰還能見面呢 給他們一點呼吸的空間吧 等他們穩定交往後再公開唄 希望兩個人不要變得尷尬 美好的相處 是談戀愛的年紀了 唉 就連普通人交往一個月也不會到處張揚 低色這些傢伙真是太過分了 很多人誤以為Karina是新人 但現在她已經邁向第四年了 這個年齡談戀愛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可能是我喜歡他們兩個人 所以覺得低色真是讓人討厭 他們都是很親切很nice的性格很配對 希望他們能美好的相處 哇 他們一起散步的話 那一定有拍到兩人一起的照片 應該是如果SM否認的話 他們就會爆料出來吧 兩個人蠻相配的 希望這個爆料不會影響到他們 哈哈哈哈 一個月哈哈哈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就是曖昧吧 最後的照片不就是送她上計程車嗎 真是慌慌張張的急著爆料 可能有什麼原因吧 明天將進行福島污染水的第四次排放 這個新聞是不是故意爆出來 讓那件事情被掩蓋呢 對於低色的爆料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在插移